因為防心臟病要從血管開始保養 主要今天用藥膳搭配羊肉 對 我今天要做這一道 是金瓜桂圓羊肉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高危險群 都過勞 所以還是要保養一下 首先我們在羊肉的部分 稍微放在這個調理鍋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醃漬的動作 放點鹽巴 好不好 清醃漬就對了 清醃漬 就是讓它上一點調味料 放一點鹽巴之後 蒜頭的部分把它放進去 蒜頭 對 我以為你算得到過來炒 對 你們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這樣做 因為今天其實我是用麻油下去做一個 炒這道肉的一個料理 所以我把羊肉先放下去炒的話 現在會太過於搶味 所以我先把這個跟羊肉拌在一起 那鍋子的部分 我現在先放一點麻油 黑麻油 黑麻油放進去後 薑片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的同時 我們稍微讓它在鍋子裡面 稍微停留一下 這麻油光是聞到味道就覺得身體很暖 對啊 進補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個高湯 就是黑豆 玉竹跟單身 黑豆 玉竹跟單身 吃了不會玉竹 專之憂鬱陣的就對了 所以我們放下去稍微去給它做一個熬煮 煮到一個程度大概是40分鐘左右 40分鐘 再把它泡著 泡到兩個小時 那味道全部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肉的部分 現在開始炒肉了是不是 放下去拌炒 把這個你看到我們這個整個薑 開始在做一個 我要退後一下 會噴出來的感覺 對 把它放進去 這樣炒很香 對啊 麻油很香 這時候木耳就放進去 對 就可以放下去拌炒 木耳跟肉先炒就對了 對 OK 先稍微拌一下 是 小燕 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裡面的兩個藥材 其實心血管都非常好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它是維護心血管的健康以外 它可以降血脂 玉竹其實大家默默常常會接觸到它 可是卻不知道 它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然後很多女生養顏美容會愛用 但是它其實對心血管有很好的幫助 它降血脂也可以穩定我們的血糖 功能真的不錯 對 好 我們現在肉的部分 稍微再把它翻一下 讓它整個油脂 肉的油脂化開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桂圓的部分 桂圓 放進去 桂圓我有泡一點酒 酒 我就把它泡發 把它泡開 你泡米酒是不是 現在 把它泡米酒 接下來酒的部分 再把它上上去 米酒再上去 再半炒的鍋子 你現在放多久是為它 就是為了讓它著火的 要有香味 特技喔 沒有 我們的火也不夠大 所以不會著火 我們要做一個拌炒 是 好 拌炒的同時 我們現在就是 等一下會放這個口擠的部分 口擠的部分先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給它做一個 稍微軟化的一個動作 當然我們在煮的過程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玉廚高湯 要把它放進去 現在放了高湯 放進去 讓它稍微去給它餵一下 其實炒這個羊肉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訣竅 有 非常大的一個訣竅 炒肉片類的料理 第一個就是要一樣火一樣要大 大火炒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在那邊做好像是那種 快炒熱店 快炒熱炒的那種店 其實不是 我們在炒這個過程其實說 尤其像這種肉片的部分 你剛剛有把它做一點調味料 技巧就是油要熱 油要熱 那火要大 火要大 把它下下去的時候 其實動作要快 我們在炒這個羊肉的同時 就是一樣 就是把它翻個五 六 七 八 下來 就是這樣子把它翻一翻 要勤勞就翻它 就是要一直翻就對了 對 不然到時候煮到猴年馬月 我們沒有辦法去把它做完 其實我們這樣給它拌炒過程 湯汁整個味道出來之後 就要把它放在金瓜上面 金瓜 金瓜的部分你要用水煮 或去給它做一個用蒸的方式都可以 弄熟就對了 對 讓它顏色保養 好漂亮喔這樣子 是 這把它放上去是不是 是 把它放進去 喔 所以再灑那個綠色那個是什麼東西 綠色是蔥絲啦 再把它放上一點點黑芝麻 OK 那我們這要幫你護心的料理就完成囉 試試這道金瓜桂圓羊肉 單身和玉竹熬製而成的藥膳高湯 搭配上溫補的羊肉一同料理 藥香四溢營養豐富 幫你一起護心清心血管喔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就算帥了嗎